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压力对我们现代人的健康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有时候压力你说会造成下背痛啊等等 其实对于神经系统 心脏血管 呼吸消化内分泌 密尿生殖一直到肌肉骨骼免疫等等 其实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病变 那压力对一般人来讲 如果到了你没办法承受的时候 问题就会开始出来了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假如今天你遇到一件可怕的事情 你第一个可能会觉得背后一阵冷 两亿 两亿 那你的肌肉不知不觉地松起来 那我们看我们所有的 对 我们看那些动物 譬如一只狗 你准备对它产生攻击 你拿手就要给它 它马上攻起来 所以它会从整个系统里面去做一些反应 那这样子的动作本来是对的 在整个生物演化过程中 帮我们去应付周围的环境 可是如果持续下来问题就多了 那另外呢 就是说肌肉骨骼的系统 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 对 这个地方 我们身体最直接的反应 那肌肉的绷紧常常来自于压力 那这种压力就来自于心理跟外在的 外在的压力 包括你持续久坐 那么对身体也是一个压力 那当然中间也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说当病人身体 或者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 觉得不理想 譬如你知道你自己有高血压 OK 你知道了这件事情 对你就产生一个新的压力 真的喔 对 对耶 对 这是一个很互动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跟压力是互动的 好 接下来就问同学 我发现喔 他的这个症状啊 其实比我们自己心里还更准 因为有时候你自己会自己跟自己讲说 我们压力啊 根本没什么 还好啦 还好 我觉得你压得不到 那风势关节这边都肿起来了 过敏的人就过敏了 是啊 你瞒不住的 身上的症状是瞒不住的 但是你会跟自己讲还好啦 这个事情还好 还好 当然我们人并不是铁板一块 你会承受到压力 但是有的时候压力大到你不自觉的时候 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出了毛病 对不对 出了毛病 所以我们不能再自己讲 那最严重的话呢 就是压力会不会引发癌症呢 这边是问大家压力会引发癌症 你们认为呢 是圈还是差呢 有没有可能严重到引发癌症呢 有医学上的研究吗 好 两位同学是圈 一位同学是不一定 我们先请这个赵华来讲好了 你为什么是圈圈呢 因为我觉得压力一来 人的免疫力会下降 那免疫力下降 我觉得不好的细胞 应该就可以趁势而入 对 因为像我自己的母亲是癌症嘛 那后来查不出什么家族遗传 那医生就说 可能他平常情绪会有点失调 压力太大 导致的 所以我一直都相信 压力应该会引发癌症 我是反向的 因为最近的 好像很多的医学理论都是说 你得癌症之后不要害怕 然后反而跟癌症做朋友 去喜欢他 去爱他 去跟自己讲说 我现在跟你做朋友 好好相处 结果很多人奇迹是反而变 越来越好 那这个我觉得应该跟那种心情有关 那如果这样反过来推的话 那是不是压力的时候 就会造成癌症 但肃清是不一定有一个小差 因为他们之前在讲癌症的时候 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做双敲理论 意思是说除了体质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外界的环境 包括这些压力 物理性的伤害 化学性的伤害 所以你看同样都是在高压状态 有些人可能会 有些人可能不会 这也包括先天的体质 而且他们就发现说 当高压的时候 其实确实包括杀手细胞在内 一些免疫 它是会下降的 所以几率是高 但是还要看你先天的情况 你的经历型是不是容易的 还要看前天情况 对 所以没那么简单 没有说你只要高压 就一定会得 没有说A一定会得B 对 了解 如果A一定会得B 那不得了 对 那我们都不能有认识 癌症都变成 对对对 其他都变成像 来我们请三位专家 帮我们取一下牌 他们是圈还是插呢 压力会不会引发癌症 跟我们一样 对 全部人都两两 完全相对 相对 潘老师就是一个插一个圈 潘老师来讲一下 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 让大家太紧张了 不过你去调查的话 如果已经得到癌症的 已经得到的 那去看他说 在得到癌症前 有没有什么情绪压力 特别有这个特殊情况的人 大部分都会有 大部分都会有 但是呢 如果说呢 你去调查说 他今天情绪压力很大 是不是一定得癌症 那就不一定 所以反过来是不一定的 所以显然看起来 压力这个是 长期的压力 可以增加 罹患癌症的机会 了解 可以增加 但是说你直接要说 induce 引发 我觉得恐怕 是有点 太过了 太过了 那因为癌症的细胞 要形成 癌细胞要形成 它要经过很多的过程 那我们真正在医学判断的癌症 是要用我们的方法 看到那个肿瘤细胞 就是基本上大概一公分 现在你计数再好 0.5公分 最起码了 但是如果你看到 那1公分 0.5公分 那个都已经几亿个 癌细胞 几亿个了 对 但是它在没有变成 所谓的癌细胞之前 它可能有变异性 所谓的变异性就是说呢 它受到致癌因子的伤害 不论是化学性 物理性或生物性伤害之后呢 它产生了变异 但是它产生变异之后呢 不能够称为癌细胞 因为这中间我们可以修复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在讲说 睡眠非常的重要 你睡眠如果不好的话 修复就不好 那这边我们修得好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它修好 所以这是我们本身 这个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就是你虽然遇到了生物性化学性 这个所谓物理性致癌的因子 虽然DNA产生了变异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修好 所以你只要生活正常 生活作息正常 它就有可能修好 那如果说呢 假设说遇到一个情况 他修不好了 就被打得实在已经乱七八十 也就是说这个人怎么讲呢 因为这个癌细胞就是反叛的细胞 我们自己的细胞反叛了 假设隋安德对东森不忠心了 开始不忠心了 这种就是所谓思想教育不好的话 他如果能够救你的话 就送你去思想再教育 然后改造一下 因为你没有行动 你实际没有行动 所以因此思想改造以后 我还基本上维持你这个人 为什么呢 循循善诱 你这个人呢 长大也不容易 我们还是要维持 很像用一样 对 但是如果说呢 这个人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救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个人呢 行为都出现了 而且我们发现循循善诱三四次 都没有用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直接开除 所以开除的意思呢 开除的话在生物界来讲呢 是直接把这个细胞 就请它自己去死亡 那叫自动细胞死亡程式 这个我们本来就有的 而且科学家现在在用这个 也用的很多 就自己去死亡了 所以这个癌细胞也没有了 也没了 也没了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 我叫他去死 他又不去死 对 他又不去死 他又偷偷生意 不是 叫你离职不离职 比如说现在某院的院长 叫他离职 他不离职嘛 百烂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呢 那就很累了 那这种情况之后呢 接下去 在身体里面 他怎么处理呢 就是免疫细胞会去把他抓起来 然后把他砍掉 我刚讲摆烂 不是那个院长 是接着那个细胞的讲 因为我觉得 我刚好接上 接着一个细胞 没有压力 他有压力好大 我们都没有讲任何人 因为我跟那某院长 还是好朋友 天啊 没有压力 我们都没讲任何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那身体里面就 我是把它讲得简化一点 就是说他能够改造 我们就思想改造 去修好 如果不能修好 就叫他去死亡 细胞就会去死亡 所以这些都不叫癌细胞 但是这都在癌化的过程当中 癌化过程 那最后如果说 他又逃过了 这个所谓的 我叫他去死 他又不去死 就是你讲的摆烂 对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出动什么 出动杀手细胞 杀手细胞 杀手细胞去把它吃掉 那所以在这 吃的方式 直接把它吃掉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只要任何一个机制成功 都不会出现那个 一公分或零点五公分的 都出现不了 了解 所以那这些过程呢 是每天都在进行 每一天啊 每天都在进行 每天都在修复 好辛苦啊 每天都在寻寻善诱 每天都要叫他去死亡 每天要叫他评估 到底怎么样 每天都在做 就像董事会 每天评估我们一样 Every day Every day在评估 对 所以因此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如果你突然间 压力很大 造成失眠 免疫力下降 那这时候最后就会造成 修也修不好 修也修不好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要去击杀 他的那个杀手细胞的功能 也变小 杀手细胞也杀不了 对 那这种情况之后 就是会增加癌症 产生的机会 对 但是他真正最前面的 化学致癌 物理致癌 或者是生物致癌 跟情绪是无关的 对了解 所以你必须还是要有 化学致癌物 物理致癌物 生物致癌物 致癌物 就是我们那个表里面的 ABCD 对对对 你的致癌物还是要在 还是要在 对 如果你完全没有致癌物的话呢 没有人把你打坏掉 那也不用修 不用修也没有事啊 也就是说单凭压力 可能还没那么厉害 对对对 还是要有那个致癌物 对对对 有那个隐性 你讲的对 要有那个隐性 对对对 要有那个东西 才后面接着才会有 了解 对对对 所以压力呢 可能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煽风点火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克服压力 我们要减压降压 对 来我们有这个六大抒压方法 我们要知道know how 既然知道压力很重要 要减压降压才行 有六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最爱的 饮食法 好爱 透过饮食的方式减压 确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压力大的时候就狂吃了 有时候吃一些你爱的东西 你真的会比较容易减压 觉得世界上并不那么悲惨 还是有一些可爱的之处 对不对 可爱之岛 必有可爱之人 是有可爱之士 都在我们这儿了 好 来第一个减压的食物呢 我们先介绍十大 对不对 第一个减压食物是香蕉 好 同学压力来了 来问你们问题 好不好 香蕉甜软可口 研究发现香蕉 是有助于人体制造 开心的激素 那欧洲人称它为快乐之果 香蕉叫快乐之果 那请问 究竟是哪一些成分 能够帮助人制造开心激素 被称为开心激素 而且还是复选 好 同学答案出来了 来我们看这个 肃氢是酸酸酶跟B6 怎么样 为什么倒吸一口气 你身心跟假 不一样 压力很大 完全不一样 压力很大 你不是100分就是0分 没有别的 为什么是肃氢 来我们来看有智 有智是维生素1每个脚 我觉得压力好大 尤其当肃氢勾的是这些 哪一要有气质 第一把胶椅 你才会这么划整个 完蛋了 我们两个人倒抽 会得癌症 会得癌症 完蛋了 被发冷 杀手细胞都出动了 杀手细胞都出动了 对 几倍发冷 好 来三位专家帮我们举下牌 看看究竟是怎样 我也是倒抽一口气 潘老师跟肃氢一样 然后这个游医师也是跟肃氢一样 然后怡芳老师勾的是 也是那三个是不是 也是那三个 对 所以 我们压力很大 这样我们还发表一下压力大致感想 他从刚刚化妆就已经在压力大 我觉得人家的杀手细胞 现在全身串逃中 对 全身在串逃中 不知道怎么办 好 那这个怡芳老师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大家勾的都是 酸酸鎂跟维生素B的 维生素E跟甲不是 不会让我们快乐吗 甲是基本上跟快乐的 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它跟预防心血管疾病 是有关系的 好 我们可以看 应该看下一张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 为什么 因为最主要是说 这三个吧 对 能够帮助人体制造个开心激素 叫做血清素 血清素 那色胺酸是 我们其实我们血清素 没有办法直接进到脑子里面 我们必须经过色胺酸之后 它才能够进到我们脑子 所以我们饮食当中 色胺酸提高之后 我们的血清素才会升高 那可是呢 色胺酸呢 相较里面是含有色胺酸 因为色胺酸有什么好处呢 它能够变成血清素 血清素就有安定神经的作用 它其实是个抗忧郁 它除了抗忧郁的话呢 也可以预防一些所谓的老人痴呆症 那另外 对 还忧郁症 甚至一些所谓的精神分裂症 其实对色胺酸都有帮助 所以我们吃了色胺酸的食物 就比较能够使我们的心情 变得安宁一点 安宁跟快乐一点 对对对 那其实很多天然食物里面 都有色胺酸 所以大家吃香蕉 有没有觉得 可能有这种感受 对对对 可是色胺酸如果说 要让它浓度高的话 里面也要糖分 那香蕉是除了色胺酸之外呢 里面还有糖 因为有糖的话呢 对 才能让色胺酸的刺激 才能刺激色胺酸 制造更多的血清素 那为什么是维生素B6呢 因为色胺酸要变成血清素当中 有个酵素 那个酵素就需要 维生素B6去活化 所以没有B6的话呢 色胺酸比较不能变成血清素 所以一定要B6 那美的话呢 为什么是抗压的 因为它能够缓和我们焦躁的情绪 跟稳定精神状态 其实是很好的 尤其晚上吃美的话呢 可能就是比较好安睡 对我们神经传导 也会比较稳定 所以这三样东西呢 其实对我们减压 其实很有帮助 那香蕉里面呢 维生素B6的话呢 一根香蕉 它里面维生素B6 大概一天所需要的四分之一 所以它能量很高 所以一天如果吃两根香蕉的话呢 可能一天所需要B6的量 大概一半都可以吃到了 了解 所以一天吃一根到两根香蕉 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如果说有比较容易忧郁倾向啦 或者觉得说 自己比较会有压力的话呢 香蕉是很好的减压食物 香蕉来减压 那既然色胺酸看起来蛮重要的话 究竟有哪些食物 还有色胺酸呢 不是只有它吗 不是只有香蕉 我们先进广告 回来之后告诉你 欢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学会 现在我们知道色胺酸 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开心的一种物质 让我们这个比较不要那么忧郁 比较能够安宁心情 宁静一点 那我们就很好奇了 那含有色胺酸的食物 应该不止香蕉吧 还有其他哪一些 我们可以摄取一下 像我们的感恩节 为什么要吃火鸡 其实是有道理 因为火鸡里面 非常丰富的色胺酸 可是我们光吃火鸡肉 是不行的 因为吃火鸡肉有时候 因为色胺酸 让它制造浓度比较高 还有一些所谓的全骨类 他们是说要大概30公克的 一些所谓碳水化合物 所以你吃火鸡肉 其实是效果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火鸡肉一定要加什么 加蔓越莓的酱 然后再加全麦面包 他认为这样搭配 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情绪比较稳定 那这是美国的火鸡肉 台湾可能是嘉义鸡肉饭 里面是火鸡肉 所以可以吃嘉义鸡肉饭 是有道理 然后再来是猪的后腿瘦肉也有 那台湾的鸡胸肉呢 大概是白色也有 那牛腱呢 猪的大理鸡也有 那牛腩五骨鸡 这些鸡肉基本上含量比较多 肉都有一些都几百 那土鸡蛋呢 里面也有 那这边帮各位整理 另外如果吃素的话呢 像黄豆啦 黑豆 这种表是黄豆最高 是 可是有时候 可能有时候我们不会吃那么多 因为它比较 如果喝个豆浆 也是可以 应该是比较浓缩的 像五香豆干啦 或豆腐皮啦 比较浓缩的话 它的含量比较多 那海鲜类的话 我是倒觉得 蛮建议大家多吃海鲜类 像白带鱼 竟然是最高的 对不对 那另外鸡鸡 我们知道 如果是吃日本料理的话 鸡鸡 对 是341 那秋刀鱼呢 量也是很高 332 那铭鱼的话呢 323 那另外四破鱼呢 也是Omega 3 DHA EPA含量很多的 也是317 所以像秋刀鱼呢 四破鱼都是DHA EPA含量很多 红肝也是 这些呢 都是我们常吃的 对 是 而且就是既然又色胺酸含量又高 那其实又有很多 所谓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我建议大家 真的有偶遇人多吃这些鱼 所以你看看 我们正常吃饭 有时候吃些豆类 吃些肉类 吃些鱼类 对 为什么会觉得 酒足饭饱 自己心情比较平革了 所以可能背后 是那色胺酸的作用 对 那我们再看 那鸡蛋其实含量也很多 是麦鱼饭也是有帮助 那另外我们的轻鱼也是有帮助 那台湾很多的 还有另外一个马家鱼 这些里面都是含色胺酸很多的 所以像这些的话呢 如果是真的情绪 觉得比较容易忧郁症的话呢 其实多吃鱼 配饭吃 其实是有帮助的 看这个比较高的 都是肉类 鱼类 蛋类 豆类 那这些 因为为什么要把它分开来 像这些 因为它只有色胺酸 所以一定要跟饭搭在一起 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 但是接下来 下一张表的话 单吃它就没问题了 好 我们来看 那什么是单吃它没问题 像小麦配牙 因为小麦配牙里面 也有很多的色胺酸 但是呢 它是属于淀粉类 所以呢 你光吃它 一样等于是说 糖类跟色胺酸混在一起 所以两个像 一样加成的效果 那另外呢 像红豆跟绿豆 也是很有帮助 因为红豆粉身 也是豆类嘛 是 而且还有淀粉 所以这两个呢 其实对稳定情绪很有帮助 所以红豆汤 到时候我们加一点糖也OK 因为加糖 它自己本身也可以 对它自己本身也可以 不加也OK 因为本身有淀粉 自己本身 那另外还有一个 蕎麦人 像我们很喜欢吃 蕎麦面或蕎麦的制品 它本身也是一样 含色胺酸很多 那本身也有淀粉类 所以为什么说 日本人说 吃蕎麦可以稳定情绪 让人家快乐 就是这个道理 那像花豆 米豆 甚至我们吃小米 对像我们 有的时候吃外面 小米稀饭 其实对我们 稳定情绪都有帮助 如果说自己容易觉得说 情绪方面容易焦虑 焦躁不安 或者是容易有忧郁的人 这些食物都可以做参考 多吃一些 是不是蔬菜的四胺酸比较少 因为它最主要 它蛋白质含量少 那四胺酸是胺基酸 一定是在所谓的 动物性食品含量比较多 可是动物性 一定要搭碳水化合物 才有效 所以动物性要搭碳水化合物 那如果植物性的话 就像这些东西 就可以单吃一样有效 了解 好 所以这个 宜芳老师就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就扩大了 不止香蕉 还有这么多东西 我们都可以尝试看看 它不能吃多了 因为都是碳水化合物 跟肉类 也是有一个量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要吃出好心情 来开心减压的话 第二名 第二名是蒜头 是大蒜 吃大蒜 那旁边的人可能会不开心 对 再给最有压力的三位同学 再来一个平反的压力机会 来 请问蒜头要怎么吃最健康 也就是说 它的某一个物质 才最能够释出来最多 是不是蒸熟吃呢 还是剥皮以后 生的立刻吃下肚 还是切片 生的切片以后 放到室温 15分钟以后再吃 还是不要切片 我们把它捣碎了 成泥以后 放在室温15分钟 以后再吃 你看 这都有程度上面的不同 怎么样 它的大蒜里面的那个东西 等一下再跟大家说什么东西 才会释出来对我们的心情还会比较好 压力又来了 有压力 果然 来 我们来看计划 计划是说要蒸熟吃 赵华 赵华说要蒸熟吃 肃青说是4 捣碎你 捣成你以后 室温15分钟再吃 我等一下要先看肃青写什么 一头一尾 然后你这个是怎么 随便吃 二三四都可以吃 他就是蒸熟的 他就是不要蒸熟吃 都是这样子 对 他一个没有勾 他都要生吃 我劝你把蒸熟吃也勾对不对 对就全部都吃 为什么他没勾呢 对不对 所以你认为剥皮也可以 切片也可以 导致你也可以 算你也可以 为什么呢 你总觉得东西还是吃天然的最好 你如果再烹煮过 可能就 甭蒸了你就是吃谁的 可是看来我跟赵华 我们两个一定有一个的晚餐 你自己还要吗 没有啊 搞不好是肃青啊 搞不好肃青4也不见得对啊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问肃青好了 来 三位专家报我们取下牌 来好吧 究竟是怎么一样 怎么吃呢 全部都是勾四 做成泥 所以是蒜泥 而且做成蒜泥以后 还摆个15分钟 这是为什么呢 潘老师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蒜头是要这样子吃 我们不是说常常蒸一下也不错吗 非常有趣的 这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杂志 叫American Scientific 美国的科学人杂志 我们台湾的科学人杂志 跟他有合作了 就可以把它翻译过来 那他们做的时候非常有趣 就是说他们发现 就是说我们大家经常知道的 这个大蒜抗癌的成分叫大酸素 大酸素 但是其实在它没有破壁 没有氧化之前 没有被酵素所变化之前 它含量并不是那么高 真的啊 甚至没有 所以它必须要破裂以后 从细胞里面释放出来 然后这个酸胺酸会经过一个酸胺酸酵素 其实这个是酵素 这个翻译没有翻好 这个AS1就是一个酵素 所以应该是酸胺酸酵素 这边多两个字就好了 释放出来的酸胺酸酵素 会将酸胺酸就分解成 这个所谓的大酸素 所以因此你要花一点时间 那如果说你是切片的话呢 它还不够粉碎 所以因此出来的这些酸胺酸酵素 跟酸胺酸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们真的要把它倒碎 对对对 像我小的时候 像我小的时候我爸 因为我山东人嘛 我爸爸会买一个木头的那个波 然后倒完之后 刮在碟子上 然后就加一点点醋 叫我沾水饺吃 从小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弄 搞了半天他早知道了 我们有一句成语 早就知道了 对老子宗传下来的 有一句成语叫做点头如倒蒜 可见 从古人真的就是在倒蒜 我们怎么没有说蒸蒜 或者是切片变成蒜 没有倒蒜 所以可见他们知道那个 对于这个心情方面 很早就在做这个动作了 倒成泥来吃 对 这个大蒜素倒成泥 对 这样大家知道了 所以肃清很厉害 真的 肃清写如倒蒜 写对了 立刻写对了 那压力大的 对 所以这个照片要常来 没错两题 我是看到网路上有篇文章告诉我们 大蒜要真熟吃 所以这个东西是网路谣言咯 因为大家还疯转 是不是蒸熟吃 它的大蒜素反而少了一些 蒸熟吃的话 它的这个效果差很多了 就不呛了对不对 对 不呛了 好 所以这个是关于大蒜的问题 也是非常好的 来 第三个开心减压的食物是深海鱼 好 为什么是深海鱼呢 它里面应该是大家知道的成分嘛 Omega 3脂肪酸 这个我们请仪方老师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为什么深海鱼 它的这个 也能够让我们开心起来呢 这是很多很多研究会发觉是说 我们知道深海鱼 鱼里面的最主要Omega 3系列脂肪酸 它发觉如果多吃这些Omega 3系列脂肪酸 尤其是DHA EPA的话呢 可以改善我们忧郁症的症状 其实对我们情绪稳定是很有帮助 它可能是跟我们神经系统有关系 因为如果说我们一些脑细胞神经系统比较多的 像一些饱和脂肪酸 比如说我们很喜欢吃炸鸡 让我们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多的话 它传导的能力就会变比较差 所以他们认为是说 如果说让我们多吃DHA EPA 让我们脑细胞那些像一些神经细胞 变成水溶比较不会那么硬的话 事实上传导比较好的话呢 对我们的情绪是有帮助的 所以一周要吃鱼两到三次 我是建议大家其实每天吃都可以 但是不要吃太多的深海鱼 可能吃一些比较安全的鱼 像我刚才有提到几个 比如说辣鸡辣 对 西瓜鱼 因为那个鱼很小 我们也不用担心 对 秋刀鱼 对 那些都也不用担心 所以里面也有拱污染 而且深海鱼里面呢 也含有Q10腐霉的成分 对强化心血管疾病都有帮助 所以其实鱼我是建议大家多吃 对我们健康来说是比较帮助 潘老师来告诉我们 刚刚宜芳老师有提到 深海鱼 我们一听到就会联想到 重金属的污染 那为什么深海鱼的含拱量 真的是比较高呢 这科学家提出了解释 为什么不是在鱼 在那个海水的表层 含拱量比较高 反而是深海鱼呢 它是这样子 深海鱼首先要有一个定义 什么叫深海鱼 就是从海面上往下 到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叫深海 通常来讲是大概 差不多200公尺左右 200公尺左右 那因为在有阳光照射到的地方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紫外线是可以杀菌的 对 所以有一些特殊的细菌 在阳光照射到的地方的时候呢 细菌都会死掉 对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做很多的动作 可是到了深海以后呢 它紫外线照不到 照不到以后呢 这个细菌就可以把无机拱 变成了有机拱 所以呢 那这些细菌会被那些小虾 什么小蟹吃下去以后呢 那因为这些细菌 把这些拱都变成有机拱 放到身上来 放在身上来 对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小鱼再去吃虾 大鱼再去吃小鱼 那这时候越积就越多 所以 所以如果说 但是它有一个前提 对 必须先要有无机拱 对 当然 所以因此这个水域 必须先被污染 先被污染 先被污染 然后呢 再由这些 没有阳光照射到的这些细菌 去把它分解 分解之后呢 然后才会一直吃进来 才会累积 对对对 所以因此深海鱼 如果再有污染的海域 它的拱含量会比较危险 但是零污染的海域 就没有问题 是 所以这样的话 大家就清楚说 原来在吃深海鱼的时候 就要小心 那这时候我们又提出 解决的方法 就是你不要吃那么大的鱼 对 吃小一点 因为它吃小一点 它还没长那么大 所以它 它捕食到的 如果按几率来讲 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嘛 对 不用太担心 对 所以 所以也有人说 如果我们光讲深海鱼 说含孔量高 其实是 可能稍微有一点 不太正确 应该讲的是说 在食物链顶端的鱼 它的这个身体的含孔量 或者是重金属 可能会高一些 因为它在食物链顶端 恐怕就是 吃吃吃吃 小鱼 大鱼 中鱼 全部吃上去 它在最上面 对 到不见得 可能是深海 也有这个补充资料给大家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十大减压 开心食物 来 我们一次揭露五个 好不好 这里有 柳丁是第四名 第五名是全麦面包 再来是南瓜 再来是牛奶 再来是核桃 我们请一方老师来告诉我们 这个看起来 四五六七八 好像蛮多元的 它们有什么共通元素吗 还是各自不同 其实各自不同 各自不同 那最主要是柳丁 是维生素C 那其实维生素C 其实对我们抗压 其实是有帮助 因为人在压力之下 会产生肾上腺素 那肾上腺素 如果要合成 因为肾上腺素 在合成当中 会消耗很多维生素C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 补充维生素C 让我们能够对肾上腺素的 代谢会比较好 尤其我们紧张时候 会脱水的时候 我们要多吃 含维生素C 比较多的水果 譬如说像葡萄柚 柳丁 这些能够有缓和 我们一些紧张情绪 那至于为什么要全麦面包呢 其实有个道理 就是说 当我们都是 含糖的食物的话 会让我们情绪变好 因为会让刺激 我们的色胺酸变成血清素 可是如果说我们吃甜食的话 会让血糖快速上升 快速下降 当快速下降的时候 情绪更当更不好 所以不能吃太多的 水的单糖食物 太多的甜食 因为全麦面包呢 它里面呢 它最主要是说 它含有维生素B群 然后它会让我们血糖 缓缓的上升 缓缓的下降 所以其实对我们安定情绪 是有帮助的 所以一定要吃全麦面包 不然就吃地瓜 越粗的东西越好 不要太细 那南瓜的话呢 是有人认为是泪胡萝卜素 其实南瓜跟南瓜籽都有帮助 那有些研究是因为南瓜籽 因为南瓜籽可能是美 或里面还有其他元素 他们认为是说 对安定情绪是有帮助的 好 再来看下面 有牛奶 那牛奶的话呢 当然是有钙跟色胺酸 那其实很好玩 牛奶有色胺酸 对 也有色胺酸 他发觉牛奶另外一个 就是说它有一个乳清蛋白 他发觉乳清蛋白 也安定神经也有帮助 乳清蛋白 对 尤其牛奶里面的乳清蛋白 他发觉乳清蛋白特别容易变成色胺酸 里面特别容易变成血清素 所以他们认为是说 牛奶是其中里面 这个成分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晚上睡不好 或者是睡觉前喝一杯温牛奶 对 好像感觉比较舒畅 原来是它里面的这些元素 对 色胺酸 对 那核桃的话呢 有些人认为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譬如说α次亚麻油酸 是Omega 3系列脂肪酸 可是那核桃还有一个东西 那个退黑激素 他发觉退黑激素 让我们睡眠比较稳定 情绪比较好一点点 他认为说 这可以安定神经 当你神经安定好之后呢 你睡得好之后呢 你自然能够抗压 所以核桃的因素的话 除了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当然还有退黑激素 那有些人认为是DHEA 那有些人认为是说 更年期的人可能一些荷尔蒙不够 也会造成他情绪比较不稳定 那等于是补核桃的话 可以补三样 所谓的α次亚麻油酸 退黑激素 还有DHEA 这些都有帮助的 所以核桃在坚果里面 是蛮重要的 是蛮重要的 好东西 所以十大减压食物 一口气介绍了 柳丁全面面包 暖瓜牛奶跟核桃 那另外还有两项 第九项 第九名是葡萄干 不是葡萄 是葡萄干 好 那就要问同学了 请问是葡萄有营养 还是葡萄干有营养呢 这应该很简单 赵华又可以压力大了 但是应该很简单 好 我们先来看 这赵华 我看到我们要到处理的了 赵华的呢 以后跟两位同学不一样 赵华写葡萄 另外来的同学写葡萄干 我写的时候已经压力大到 忘记葡萄怎么写 真的 你可能只能注意 不要再注意也忘记 用话的 究竟是葡萄有营养 还是葡萄干有营养 我们这边上面的榜上 写的是葡萄干 对不对 但是很怪 葡萄干不是稍微加工了吗 照理说我们应该 不是推荐加工的东西 应该是葡萄本身 但是为什么 你看这么聪明的同学 两位都是写葡萄干呢 好 究竟是葡萄有营养 还是葡萄干有营养 还是各有所好呢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 五七健康同学会 我们在知道 到底是葡萄有营养 还是葡萄干有营养 之前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要举办免费的签书会 在哪里 在台南 这个演讲签书会的时间是 五月十号 礼拜六下午的一点半 地点在台南市的台糖长荣酒店 主讲者是潘老师 潘老师 还有我们安德哥跟我呢 也会到现场来 那题目是 医生剧以及医生值 可以改善代谢症候群 这是我们的新书 健康生活你做对了吗 出版了 健康生活你做对了吗 希望大家踊跃的批评跟指教 同时也希望大家到这个 五月十号的时候来现场 签书会 对 还可以问潘老师一些 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 也是蛮重要的 直接面证面了 对 好 那今天就有一个问题 要问同学 要潘老师帮我们解答了 就是葡萄有营养 还是葡萄有营养 对啊 来 肃清是说葡萄干 为什么 因为我在想啊 葡萄干 我们看营养每次都说每100公克 含多少嘛 那葡萄干占的优势啊 因为它水很少 它浓缩了嘛 所以除非有一些可能是因为 会因为曝晒那种晒了之后流失的话 其他像那种不会流失的那种 它应该就是浓缩变很高 它的单位就变高了 所以它是作弊 所以它跟它的前身作弊 它跟它前身来比 虽然也是它自己 它就会单价 单量会高 好 这边是干 为什么 除了我小时候常吃那个 因为大家记不记得 好像一盒的那种 三叶的那个葡萄干 我那时候就印象中家长一直跟我 妈妈一直跟我讲说 这个东西就营用了 就营用了这样 但是后来好像有一次节目 好像说连蔓越莓也是干 也是干 也是不错的 成分营养比较多 我想说应该是干 因为一个葡萄干 应该就是一个葡萄晒干的嘛 那我们吃到会比较多的葡萄干 那吃葡萄 可能没有办法吃太多 第三个原因就是 只要不可以跟兆花一样 对 这个重点 你吃葡萄干的时候一定连皮吃 对 但是你吃葡萄都会剥皮啊 对 我们吃的葡萄干外面就是 有皮的 那葡萄没吃到皮 为什么苏欣讲什么都好有道理哦 不过股票市场有一句话 全醋也是一种功能 大家只要跟我对坐就好 对 对坐就好 所以你已经自认为 葡萄应该不会啦 可是我有个疑问 因为我一直以为是比较不好的果实 才会拿来做成干 然后而且它的什么农样 什么可能都还在上面就晒成干 然后有的可能会偷加糖啊 有的会偷加防腐剂啊 所以我就觉得加工实品是比较不一样 有道理哦 所以搞不好有农药的问题 对 所以葡萄选葡萄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对 也能够自圆其说 自圆其说 好 来三位专家帮我们举一下牌 究竟是葡萄有营养还是葡萄干 潘老师是说差不多 然后游医师说看怎么吃 然后宜芳老师说皮跟籽才是重点 我们吃葡萄干好像没有籽对不对 因为它葡萄干做的都是无籽的葡萄 做成的葡萄干 对 其实籽才是 因为我们葡萄籽有葡萄籽的营养 皮连皮吃也有连皮吃的营养 所以葡萄干好处就是我们会吃到皮 对 好 那游医师来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说看怎么吃 看怎么吃 也就是说葡萄也没那么糟是不是 是怎么吃呢 事实上就像刚刚宜芳讲的 葡萄里面它本来就有非常丰富的这些营养素 是 看来还蛮多的 对 糖类 蛋白质 脂肪 维他命 还有胡萝卜素 硫黄酸纤维素 另外葡萄我们在吃的时候 会让你觉得最快乐 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单纯的葡萄糖 所以当我们在短暂的时间内 葡萄糖吃的时候 我们自己心情就会很愉悦 但是最重要 它是芬芳的口味 这在精神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 是 那我们知道说葡萄里面最营养的 就是在它的皮跟它的脂 皮跟脂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 把它浓缩以后 那么它的量会比较多 那你不会去把皮去掉 所以我们吃了葡萄干 就算没有脂 但是那个皮到了 对 那有的它脂子比较小 那么在干缩以后 我们也比较不会觉得 那另外呢 皮里面呢 葡萄皮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白梨如醇 那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对它的研究越来越多 它对我们整个内脏的代谢 有很重要的 尤其是一些胆固醇 跟血脂肪的代谢 有相当大的关系 而且我们越来越了解 它的基转 跟我们过去还不大一样 它会使我们基因出来的蛋白质 有一些被活化 那这些被活化的蛋白质以后 可以跟我们的细胞膜结合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些所谓的代谢性疾病 最重要的是 这些营养物质的运输 跟储存出错 那白黎如醇 在里面占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这也是我们过去 为什么讲说 地中海饮食 或者像他们喝葡萄酒多的 像法国人啊 尤其是红葡萄酒 帮忙比较大 所以我们看到的葡萄干 如果说红葡萄干 跟白葡萄干来比较 我们也会建议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两个都不要偏废 有的时候吃葡萄 有的时候吃吃葡萄干 因为有时候吃葡萄 不用吃到皮 那葡萄的话 现在就是要 你要找到比较没有农药的 然后要把它洗干净的 那你的再清理的过程 就会比较好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的也对了 有一些维生素 当你在这个中间浓缩 那么的过程之中 它一定会氧化损失 那葡萄不是蜜健吗 其实我们也找了一下资料 说葡萄干 葡萄干不是蜜健 因为葡萄干它只有经过曝晒 没有再加糖 或者加盐去腌制这个过程 所以它不算是蜜健 我们一般蜜健就是希望 加糖加盐 在一个高浓度之下 来防腐的作用 那自己本身糖就够多了 它本身够了 所以就没有加 它得天独厚 所以说应该是可以不用加这些东西 对 所以它是有加工 加工品 但是它不是蜜健 这一点也告诉大家 把它干燥而已 对 所以这个是第九个开心的食物 叫做葡萄干 多一个干字 来第十个是茶 茶的话大家就知道 有时候也是蛮能减压的 输压的 那茶最主要的就是茶多酚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了吧 那我们讲了 除了这个减压食物以外 我们这边有一张表 是我们要少吃的 因为这个会造成我们的焦虑 这是生压食物表 生压食物 你看零零种种也有五项 冰淇淋很好 一方女士来告诉我们 这反而好像也能带给我们 对啊 部分的快乐 对啊 尤其的 前面两个就安德哥最爱不是我 你看这有滷味 罐头素食面香肠 整个都好吃的 洋芋片 还有过于腻的 还有咖啡饮料 还有容易上火的 觉得好像这也能带给我们快乐 对啊 可是他的快乐非常短暂 短暂喔 他们有研究是发觉 高脂高糖的东西 的确 会让血糖快速上升 也是快速下降 反而日后所造成的后遗症更大 因为会很空虚 就对了 比如说像冰淇淋炸鸡薯条 虽然是很好吃 可是之后呢 可能会 因为他们发觉这些 垃圾食物 其实是非常伤害我们的情绪的 生压情绪啊 对 他们其实后来发觉 现在很多人情绪出问题的话 是吃错东西 他们发觉如果说有些忧虑症 焦虑症 或一些肇狱症的人 如果说他把饮食改掉之后 垃圾东西不吃之后 吃健康饮食的话 很多症状都可以改变 他发觉其实说 其实代谢症候群的人 其实跟我们一般所谓的 忧虑症的人 其实两个都很像 真的啊 所以其实如果说 我们把饮食改变 对对对 我们把饮食改正之后呢 可以把我们情绪都可以变好 比如说他们就是说 妈妈如果说在怀孕的时候 吃很多垃圾食物的话 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之后 可能以后呢 他情绪方面也比较能够 也比较不会稳定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要对孩子 未来孩子就是说希望说 下一代不要有情绪问题的话 就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不要吃什么东西 不要吃油腻的食物 不要吃高盐的食物 然后像一些加糖的果汁 那些都不行 那当然咖啡因 咖啡这个东西是有争论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说容易焦虑的人 还是不要喝太多咖啡因 再就是容易上火 其实容易上火就是前面食物 那还有一个研究 他们发觉说 你饮食不定量 尤其是不定食不定量 还有夜食的人 其实比较容易产生焦虑 所以就还是说 你能够白天正常上餐吃 那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能够解掉这些不好的食物 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所以这些 就带给我们的快乐 我觉得可能比较晚餐 很短暂 而且后面的痛苦的事情 还有一些 就有那个后面症很大的 对 尤其甜食 你巧克力 光是巧克力是没问题 但是发觉加糖的巧克力 其实就是不好的 而且他容易让我们增胖 增胖了以后 你要花两倍的时间 再回到原点 真的 回到原点 不是继续剪 是回到原点 潘老师帮我们补充一下 你对于这个生鸭食物 有没有什么看法 感觉上 这好像也是同一类的 跟我们刚刚前面的 完全不一样 老外很有趣 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找了一百对的夫妻 然后每个人发给他 对方都发给他 像那个乌毒娃娃 乌毒娃娃 乌毒娃娃 那很流行 每个人发一个给你 然后呢 你就在家里面 如果对方要跟你吵架 或者是他的脾气不好的时候 你就刺个针 这样子 就刺个针 然后呢 这样就可以了解到说 这个人啊 他情绪要跟人家不好的情况下 刺数有多少 然后呢 科学家呢 会每一天 在 比如说 在接近他们经常刺的那个位置上 会测他的血糖 测血糖 就后来发现很好玩的是 刺越多那个乌衣娃娃针的那个人 他血糖基本都偏低 偏低啊 都偏低 对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 我以前不知道 后来我都知道 我那个小儿子啊 是 只要肚子饿就开始乱骂人 就开始乱骂人 然后菜上的慢呢 也开始乱骂人 了解 他就是什么 血糖低 情绪不好 了解 所以显然脑袋里面呢 跟血糖很有关系 有关 血糖如果偏低的人 他情绪不好 就很容易跟人家 压力大 这个都有关系的 情绪不好压力大 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因此呢 你的血糖漂浮不能够太大 太大的情况之下 就会造成 不稳定 所以你事实上 吃这种好的食物 就是说呢 他的血糖能够 很稳定的供应 就是他吸上来的速度 有没有 我们上次不是讲过 那个曲线吗 对 他如果吃下去之后 他血糖升上来的速度 如果很平稳的话 那这种就是叫做 这所谓的低升糖指数 就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是吃这种的话 就很麻烦 就是这些 他很快就会掉下来 掉下来以后 在这个位置上 就会大骂 情绪很好 就要找人家吵架 好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生压食物 我们要拒绝 少吃一点 那基本上六大输牙法 我们刚把饮食法介绍完了 另外还有那个放松的方法 是可以按摩 接近大自然等等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不讲了 那第三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第三个方法是做运动 现在很多人要练气功 因为可以让我们情绪 比较舒缓一下 缓和一下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 对不对 来 我们请邮医师来 这个教我们 怎么样这个练气功 能够让我们的情绪 能够输压 很多人会问说 到底练气功在练些什么 我说它应该是一种状态 那目前的科学 对这方面的研究呢 发现在练气的过程中 能够净化我们的神经系统 所以我们的大脑在终身学习的过程中 它不断地改变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是集中我们的行动 就我们的动作 我们的呼吸 还有我们的意念 那你在做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秉除外面的干扰 然后让你呢 呼吸本来就是 我们自己体神经系统 可以控制的系统 跟不能控制系统中间的桥梁 所以在这里呢 跟大家介绍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基本方法 早上起来呢 如何让你一天的精神能够变好 沉起之气 启动引擎 启动引擎 所以有人早上起来 如果觉得精神不佳 可以先用这个方法 那这个做法是这样子 那怎么做呢 来 示范一下 我们呢 两脚基本上与肩同宽 好 与肩同宽 那我们做的时候呢 我们从手从前面这边 我们先把动作示范一下 好 轻轻地提起 让它做一个很完整的旋转 做一个大动作 大开大合的旋转 跟着呼吸吸气上来 慢慢让它吸饱以后呢 那么身体往前 往前 这个头要抬起来 头抬起来的时候 手放在膝盖上面 这时候你的腰椎才不会受伤 抬起来把气吸满 然后发出嗡或嗡的声音 那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做看看 跟着这边吸气上来 我们就一起发嗡的声音试试看 叫承起之气 好 吸气 化缘 无膝盖 没气啊 是把气吐完吗 所以把气慢慢 那自然就好了 那这个动作呢 一方面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深呼吸 把胸脖完整打开 第二个 当你往前的时候呢 你的腹部跟单体需要用到力量 会产生一个压缩 那再来呢 你把气出去的时候 要有一个力道 然后让你整个做很稳定的压缩 细长慢人 好 那游医师 再教我们做一次好不好 好 我们再一起做一次看看 从这边吸气上来 吸气 反转 过胸 回去了 那么多少的气就做多少 这个我想没有关系 好 这样精神就很容易 能够回复上来 好的 来 那还有第二招 第二招 刚是早晨嘛 对 那睡目之气 就快睡觉前 睡觉前 睡觉前 我们以前叫倒气归圆 对 那最简单的方法 也是一样 吸气上来 那么轻轻地转进来 然后吐气下来 好 手指相对 那么动作很轻松 可以多做几次 吸 转进来 吐气下来 那睡觉前如果不好入眠的 或觉得压力大的 那么集中精神 做个五分钟 那么你很容易放松 就好睡多了 好 所以这两个方法 都蛮简单的 对不对 一个是早晨做的 一个是晚上睡觉前做的 是的 所以我们常常练一下气功的话 至少能够让我们的心情 透过这个方式 能够平缓一下 对 我们把我们的呼吸 把我们的意念一起集中 然后让身体能够全身伸长 放松 那另外减压呢 还有三个方法 是哪三个方法呢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学会 今天我们讲了 十大这个减压的食物 还有五大 不能说五大了 五大不好的这个 生压食物 对 生压食物要避免 那另外呢 我们要放轻松的话呢 除了饮食 另外还有按摩 运动练气等等的方法 另外还有转念法 转念法是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写下 我们的焦虑日记 每天我今天为什么焦虑 想骂人的事发行下 直接面对它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找出原因正向面对 另外还有发泄的方法 找到出口啦 购物等等 像我现在 我找到了新的方法 是做模型 对 我现在也在做模型 我现在才突然领悟到说 那个是我的发泄的出口 这个要很专业 所以我做了很多建筑的房子这样 另外还有放工的方法 潘老师 你的方法是什么呢 其实这边这么多的方法 这个所有人看到都会觉得说 最好的方法就是 饮食法跟发泄法 真的啊 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人就是 生气的时候会去大吃吃 对 然后玩了就去逛街雪屏 逛街虾屏 对 然后就找人聊天 要禽土 对 找人聊天 但是呢 真正来讲的话 其他的方法也不错 比如说像运动 其实真的是可以使用 运动也OK 因为为什么 因为研究显示 就运动的时候呢 会促进我们脑内肺的分泌 它其实是也可以帮很大的忙 那另外放工也不错啦 就是你刚刚讲的摆烂嘛 对 反正就是 就是这样子 一整天 一整天关机 我跟妳讲 我手机关机 我就是不接啦 去钱贵吃香蕉 对 然后就是到 到大自然去走一走嘛 反正你也不要理解 我还是非常好 你怎么会让到大自然去走